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表姐是演戲的 子樂蓮 她和阿川伯 大家很熟悉 李開川 她的兒子小龍 和我表姐的年紀差不多多遠 但我表姐出的力來 自己有車 有別墅 小龍兄弟姊妹多 經常蹲在我表姐家裡玩 車到處走 游泳也大了一班年輕人 小龍不懂功夫 我們有一次去鑽石山拍戲 我們經常沒有工作 年輕人就跟著表姐去 有時候她經過老爸去 那時候叫做邵漢生 武術指導 她跟邵漢生學 她剛剛才開始學 我年輕人已經學了 她都被人手腳 她高大了我一點 後來學了 她又沒有學了 她突然說詠春 我聽都沒聽過詠春 她說兩三個月 她跟我施 那時候在寶洛行 表姐在寶洛行住 在騎柳斯 什麼鬼來的 誰來的 經關槍 沒她的負責 她打了臉 不行 地方不夠 爽煎棒 又是不行 後來那時候香港美好叫做京士柏 京士柏 再去山邊再打一次 不行 去跟她見師傅 去找葉努民 那時候開始了 她那時候玩了三個月 什麼都不懂事 請空槌 就是她而已 葉努民很有心度 第一 她脾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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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當時第一個月跟葉努民 未到一個月 那時候我聖Francess在聖方濟 就頒了七個同學去跟葉努民 當時葉努民很窮 吃完這餐 明天我吃得不吃 我帶了七個同學去幫我很大 但那七個同學學了一個月 全部不來了 那是人都知道 後來 為什麼不來了呢 我有六個同學就跟了上田 一個就跟了唐信良 當年呢 他們都沒有本的 自己出去教 當年環境很差 上田呢 她在哪裡呢 在培政後行 培政後行教 如果你是師傅的 你數了十多個徒弟 突然間走到陸過去跟你的徒弟學 你興不明白嗎 聲音都不聲 提亦都不提 雜誌 見到面一樣少少後 即是怎樣說呢 她有風道 而老文是這樣的 我教了這麼多年 我有感覺就是這樣 我開始就沒有教過中國人 一開始教就是外國人 他們學功夫的態度 跟我們中國人很大分別 功夫是中國人發明的 發揚就在外國 為甚麼呢 我後期才發現 中國人學功夫呢 有件事不好 太過儒家思想 專師眾道 你有甚麼不明白 你不會問的師傅 好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專師眾道 師傅說甚麼我就相信了 這是最不好的 那愛國人不同 師傅行不行啊 他有個懷疑在這裡 他要你示範 他自己要示範